在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谈之后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与17位跨党派国会议员举行记者会 麦卡锡表示这次会谈成果丰硕 麦卡锡总结这次会谈的三大重点 包括持续对台军售 家常经济合作 尤其是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 以及在世界舞台推广双方共享的价值观 另外有媒体报道 台湾向美国购买数十亿美元装备 却未按时交付 麦卡锡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 有什么计划促进对台军售 华府是否害怕激怒北京 麦卡锡表示美国政府将持续并加速对台提供武器 并表示这是美国国会的跨打派共识 新唐人亚太电视锐利王子一张其林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